长辈们开心的在投篮机前PK比赛 这里可不是电子游戏场 而是新心理活动中心 罗曹清理长表示 透过银法俱乐部以及议员的经费补助 让这里的活动设施越来越多 也有一些是民众捐赠 让长辈们在这里都可以做运动也玩得开心 我们新心理活动中心里面的 有健身器材 都是我们 就是银法俱乐部 里面的一些争取到的经费 也有议员的经费 里面有投篮机 投篮机 本来在投的时候 大家都是投 六七十分 但是现在一些长者 他们现在投的 已经都 破了四五百 也有甚至到六百 真的大家在这边运动 真的很开心 还有我后面的这两台 这两台跑步机 一台是我们的里民说他放在家里 就是他想说还可以使用 就问我要不要我就把他拿来活动中心 让这边让大家可以使用 这边的跑步机 让大家跑跑步 可以说不用去外面在这里 这边的活动空间很大 在这边跑步 说真的 真的是很好 大家流流汗 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健康 罗潮信说 目前每周二三四下午都开放让里民可以来使用 就有印发长辈说 这三个月下来就减了三公斤 还可以和朋友们聊聊天 心情也愉快多了 除了健康相关的器材以外 也设有血压机帮民众顾健康 其他还有各种按摩及健身器材 罗潮信里长欢迎乡亲们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 也一起多多来使用 不要一直闷在家里反而更不健康 记者尤文宜 板桥采访报道